Hello 大家好,我是Bernice阿芬 欢迎来到我这个十二星座的使用手册啦 如果你对于星座或者是塔罗牌很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影片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记得开启在旁边的更新提醒小铃铛啦 这一期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外星人的星座,我们的水瓶座 水瓶座的男生的使用手册 你身边有没有水瓶座的男生,让你比较头痛的呢? 如果你想好好地跟他们做朋友 或者是跟他发展成为情人的话 你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呢? 马上来看一看水瓶男的个性特质 水瓶男的个性特质 水瓶座是风向星座代表了创新 追求独一无二的生活 个人色彩浓烈 而外表朴实爽朗的水瓶男呢? 内在却是个错综复杂 让人捉摸不透的人 水瓶男 水瓶男的优点 水瓶男的优点 冷冷的观察者 内心复杂 个性极端 思想偏激 言辞犀利 不合群 不够浪漫 不善理财 水瓶男对待朋友 水瓶座的一大特点呢? 就是想法很多 而且想得很快 很多时候自己已经预测完一件事情 所有可能会发生的结果 而这个时候呢 旁人才还处在起点 摸不着前路 这就是为什么坊间所说的 水瓶座很讨厌笨的人 因为跟笨人说话很累 在别人看来 水瓶男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一类人 但如果你主动跟他们交谈 他们是可以聊个天南地北的 前提是你是个有sense的人 对于交朋友这件事 水瓶男是没有所谓的肤色 或者阶级之分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和优点 值得他们去探讨跟了解 跟水瓶男交朋友的好处是 他们不会占你便宜 而且是个很好的聆听者 以及事情分析师 只要你是他们所认定的朋友 他们甚至可以很讲义气 在你需要时伸出援手 水瓶男的脆弱 水瓶座男生的脆弱 一般只会在自己信得过的朋友面前表现 但也不会特别的用力 而是以轻描淡写的方式展开 然后很快从失落中转回现实 因为水瓶男相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凭什么自己的烦恼 要占用他人的时间跟心力来安慰呢 能够让水瓶男脆弱无助的事情 通常是遭遇朋友的背叛 不断的被翻旧账 以及事业被搞砸等等 看过了水瓶男的个性特质之后 如果你想要政府水瓶男 你想要倒追水瓶男 你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水瓶座的男生跟你搞暧昧 还是真的是喜欢你呢 他们的爱情观又是怎么样的呢 马上来看一看 水瓶男的爱情观 水瓶男很少主动追求女生 而且总把喜欢自己的追求者给冷处理 自然而然就变成很多少女心中的高冷男神 如果能让他们主动的 那一定是他们非常喜欢的女生了 对于博爱又知性的水瓶男来说 所有的关系都是从朋友开始 包括爱情 如果你刚好是个宝藏 让水瓶男产生不断想要挖掘的兴趣的话呢 那才是成为他另一半的入场券而已哦 水瓶男不会在意他身边的伴侣是不是很漂亮 打扮是不是很入实 家世是不是很显赫 一些世俗的条件并不见得能够吸引他们 你的个性跟内涵才是水瓶男重视的 由于异性朋友众多 水瓶男通常给人渣男的感觉 但其实水瓶男用情是很专一的 遇到了心爱的女生 就会把她捧在手心里疼爱 用余生只爱一个人 水瓶男喜欢的类型 古灵精怪 活泼可爱 聪明优秀 纯真不做作 善解人意 独立有想法 不拘小节 大方洒脱 有共同的兴趣 价值观相似 用情专一 水瓶男不喜欢的类型 斤斤计较 爱八卦 没有想法 不求上进 过于注重细节 不说内心话 敏感脆弱 强势霸道 势力言 物质主义重 得理不饶人 水瓶男喜欢你的表现 一般情况下 水瓶男都希望自己对所有的朋友已视同仁 当你发现他对你特别好 特别主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你们已经到一般朋友以上的程度了 但要知道的一点是 爱上你的感觉 会让水瓶男有些不安 主要原因是 他们觉得自己不该被局限于这种小情小爱里面 因此 他们可能会突然间消失 为的就是想要冷静下来 好让自己理清对你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女生觉得水瓶男若即若离 像是在搞暧昧然后又不负责 因为他们自己的内心也很纠结啊 而可惜的是 许多女生都等不过这一段水瓶男的纠结期 就转头他人怀抱里了 当水瓶男发现这一切都来不及之后 也就很快调整自己的心情 祝福女生 明明两人都曾经有好感 却像是一切都从未发生过一样 如果你的内心足够强大 等水瓶男想清楚再找你的时候呢 你就能收获一位温柔体贴的情人了 期待看到水瓶男一副没有你就活不下去的样子 是一件非常愚蠢而且幼稚的事情 如果你想要找小奶狗当男朋友的话 水瓶男肯定不适合你 在水瓶男的面前 你大可以表现真实的自我 水瓶男是个追求真实人性的人 水瓶男不会害怕你的多变或者是情绪化 那只会让他们更想要深入了解你 说的白一点呢就是说 多变跟情绪可以成为你吸引水瓶男的一种方式 水瓶男是喜欢探究真理的 你越奇怪他们就越想要弄清楚你是个怎样的人 当然在多变的boy表下 你必须有内涵 在表达情绪的时候 也要懂得看情况 哪面分寸 否则 当他们了解你之后 就会觉得你索然无味 或者是个不食食物的幼稚鬼了 水瓶男的性爱观 相比起肉欲 水瓶男更喜欢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在你们交往之后 也许好长一段时间 连你都会觉得不耐烦 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缺乏女性魅力 又或者是水瓶男的生理有问题呢 其实更多时候 水瓶男不敢轻举妄动 是害怕肉体关系 会让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得复杂了 比如万一双方在性爱方面无法契合 那是否该继续在一起呢 撇开以上 性爱对于水瓶男来说 是个更能够深入了解你 也是更深入了解性爱本质的方式 水瓶男会努力增加自己的性知识 或者加强自己的技巧来满足你 对水瓶男本身来说 当然也会从中获得愉悦的感受 但是他们往往控制的很好 不会有太多的冲动跟激情的表现 如果你不是个所求无度的人话 水瓶男是个不错的伴侣了 水瓶男是否只想睡你呢 第一 只在晚上约你 白天怎么也约不出来 而且他们在约你的时候 所选择的约会地点 要么就是你的家里 要么就是他的家里 如果是你想要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去玩 他们便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拒绝你 二 对你从来不提及自己的生活 水瓶男交朋友是个注重平等 也就是说彼此互相了解彼此的事 这也是一种信任的表现 但水瓶男只想睡你的话呢 并不会向你提及过多有关自己的事情 三 当水瓶男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会趁机抱抱你 或者是趁机开游 而且也懒得跟你交流 回答你的问题 也总是心不在焉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的呢 就是水瓶座的男生 他们有没有机会吃醋呢 他们如果喜欢你的话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表白 水瓶男他的出轨几率是多少呢 在结婚之后他们的好老公指数又是多少呢 马上为你揭晓 水瓶男的表白 水瓶男要是不喜欢你 不会花一点心思在你身上 如果大家还想继续收看阿奔分享的新作内容的话 欢迎透过每个月3元美金订阅Patreon 或Buy Me O' Coffee 既能看完所有内容 赶紧到平台搜寻A.H.B.N.S.H.O.W吧 这一期的水瓶男的使用手册呢 已经完整给各位奉上了 如果你喜欢水瓶男的话呢 祝福你阿 那么如果你对于新作画的踏落 还是很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我的头像 或者是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记得开启更新提醒小铃铛了 下一期我们要分享的呢 就是水瓶做女生的使用手册啦 我们下一期见 谢谢大家 凡购买阿笨塔罗基础的朋友 现在可以享受升盘加塔罗牌占卜八六折 无论单人或双人合盘 都享有20分钟任文任占 立即WhatsApp Line或Email查询詳情啦